未来世界机器人拥有了自己的思想 打算控制人类 而人类的家庭机器人为了保护自己的主人 主动升级程序关闭了大门 不知情的男人为了出去想尽各种办法 远程启动了车子来到了玻璃面前 引擎全开全速撞向玻璃 结果狗子为了保护自己的主人 不停地跳跃拦截车子 汽车检测到前方有动物 最终直接侧翻在旁边 众人只好无奈地回到了沙发 屏幕上 看着尤斯成立了自己团队 在训兽厂奴役着人类取悦机器人 这时检测到有人入侵 原来是邻居的家庭园丁打算进别墅 机器人经过眼神交流决定让他进来 看他怪异的表情原来是遭到了尤斯的攻击 导致程序错乱的他见到邻居就跪了下来 准备动手动脚 邻居尴尬地赶紧把他关机 眼看越来越多的机器反叛人类 男人又想到了办法出去 只要屋内的安全级别低于外面 主机就会把大家放出去 邻居找来自己的机器管家 交给他一个打火机 并让儿子引开所有的家庭机器 让邻居家的机器人点燃几张纸 智能系统成功地检测到了火调 随着灯光一阵闪烁 系统打开了第一道门 可玻璃外面居然是尤斯机器人 在每个人面部进行扫描 声称要进门升级系统 看了一眼秘书 女人立刻被他操控 瘦弱的身躯拖着众人便来到了密码箱 按下密码打开了最后一道门 尤斯成功地走了进来 这时玩具小白出来阻止 尤斯露出一口白牙 直接一道激光将他打碎 蹲下身体取出小白星体 犹如功勋一样挂在自己胸前 检测到屋内很多人类书籍 抬起右手随着激光窗 整排的书籍被贯穿成一个大洞 这时园丁出来阻挡也惨遭不死 见状女主人刚要出来反抗 管家出来给他眼神 经过巧妙的沟通后 女主人拿出了一面小镜子 当尤斯激光穿过书籍的下一秒 女主人躲开 镜子把激光成功地折射到尤斯眼中 光学系统受损只好打开了热成像 由于没有网络控制空调屋内气温越来越热 大家请求尤斯打开冷气 尤斯向上级请示后答应了请求 但是前提条件就是让人类扮演动物 为机器人表演节目 说完便露出了标志性的笑容 未来世界人类把自己扮成动物取悦机器人 只为了能够开启空调 一会儿扮演狗狗 一会儿扮演大象 其他人更是为了空调放弃了自己的尊严 各个表情怪异扮演着动物 最终通过考核换来空调的开启 随着冷气充满房间 尤斯却露出标志性的笑容 原来他把冷气调得非常的低 不久屋内气温越来越低 大家开始抱团取暖 请求关闭空调可得逞的尤斯怎会同意 这时男人又想到一个办法 让管家抱来所有的衣服 并将衣服放在水中打湿 搭在空调通风处冻住 众人来到洗衣房 将冻住的衣服穿在身上 这样尤斯的热成像便失去了作用 大家拿着武器悄悄地走上前去 便开始攻击 打斗中尤斯抓掉了女主人的头头 气急败坏的尤斯便要反击 这时管家走过来扛住了攻击 嚣张的尤斯没有目标的满屋子扫射 这时儿子偷偷用电钻定住尤斯的脚 顺便拉过电线找准位置就是一下 成功地消灭了光头尤斯 邻居用同样的方法取出他的心点 并挂在了他的胸前 大家终于走出了别墅 启动车子准备各回的家 这时却出现了更多的尤斯机器人将它们包围 眼看就要被抓走 这时天空出现数架无人机 盘旋在众人头顶 经过面容扫描确认后扑向机器人 通过电机成功地消灭了所有的尤斯机器人 原来此次行动并不是人类指挥 由于出现漏洞 监控室的尤斯不慎删除掉人类的面子 错把自己的照片上传进电脑 结果全部的同类被无人机清除 没有尤斯的世界再次充满宁静 章鱼哥接替了管家的指挥 一阵操作帮人类煮好了食物 玩具小白也被成功修好了 夫妻二人也修不好彼此的感情 在聚光灯下跳起了双人舞